今天我會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塊麵粉 可以兩用的 叫做Puff Pastry 你一聽到叫做Puff Pastry 一點都不簡單 是不簡單的 但現在我們可以在超市買到 一塊這樣的麵粉 已經是Ready-made的Puff Pastry 我們特別的地方 就是做兩個Recipe 有鹹有甜 今次我們會做一個Cheese Straws 喝湯時可以吃這個 是一個頭盤 當然這個是鹹的 另外那個叫做Pommier 是一個法文 即是蝴蝶酥 OK 我們開始了 我展示給你們看 就是這個叫做Puff Pastry 就是Frozen 我昨晚在冷凍器裡 已經放在冰箱裡 現在我摸它是冰冰凍的 這塊粉也挺粒粒的 所以你就要灑掉 所以就要灑掉多麵粉 放在這裡就不粒了 其實是兩塊粉 這樣就適合了 一塊鹹一塊甜 真是嗜好了 先留下這塊 灑多些粉 不怕的 因為好過黏住桌子的時候 你就會很煩 我又要說一下 今天這個滷滷就是主角 爽了粉的時候 抹它 然後上面再灑一點粉 你不要拼命地壓扁它 你一壓扁它 全部都起了紋 那時候就不太好看了 兩邊是這樣 這邊滷一下 這邊滷一下 你先滷開它 滷到大約多少寸 一個Square 這樣 12寸 一個正方形 滷到差不多 接著就要做這個動作 就是拿走所有的粉 然後 把粉撒出來 因為你吃的時候 你不想吃那麼多粉 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要用Pormesan Cheese 但這個挺好片的一個芝士 但是它焗出來是甘香的 這個好味味的 這個芝士 做法就是 滷在你的桌面 even 一點 然後你就滷它 滷了它進去 這邊 它已經吸了很多在裡面 又是掃回來 又是滷了它進去 這些芝士 讓我全部滷進去 我需要現在轉成長方形 這邊滷多一點 接下來這個動作 就是要這樣包著它 當然裡面要放很多芝士 放在一半 放在一半 然後蓋上 蓋著它 蓋著它 然後再滷 芝士就實在裡面 大力一點 硬扁它 把芝士封在裡面 這樣就準備好了 不如我量個數量 你知道廚房應該有1呎嗎 枝士有構派 不如幫你say представ 這個餐廳 無所謂的 用眼 賣獨自於21呎 這裏應該是六七吋 準備盤子 這裏叫做Parchment Paper 放在底部 大約約半吋 這樣一條切下去 你喜歡拉一下它? 這樣就長一點 接著就兩邊扭 是否變成脆麻花 放在這裡 一頭一尾 按住它 尺寸要比較均勻 因為一枝很肥 一枝瘦蟆雞 有些會快熟 有些會燒焦 其他都還未熟 大約距離是這麼多便足夠 最後一件事 我找到這枝海鹽 鋪上去少許 少許 少許 放在冰箱裡 雪橘30分鐘 這個芝士薑 焗了17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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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